去旅行大部分情況之下都是好玩的 可以散心又可以增廣見聞 但如果當我們旅行的時候遇到天然災害 例如颱風、地震、海嘯這些情況 我們應該怎樣去應對呢? 最近日本和台灣那邊 有遇著地震和海嘯的情況 大陸都有不少暴雨的情況發生 很多朋友都會問我 究竟應該怎樣去應對呢? 雖然我們無法阻止天災的發生 但我們可以通過提高防災意識 確保自己在危險關頭時安全脫險 又或者透過預算的安排 去避免一些災害後的常見混亂情況 去影響自己的行情或心情 我首先就和大家說一些很基本 但可能很多人忽略的注意事項 第一就是通訊狀況 後面的部分可能會和大家說 如何安排逃生路線、報平安、搜尋有用資料、 購買物資等情況 但這些環節其實首先要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 就是要有電話或者上網的訊號 但偏偏去到最極端的情況 電話的網絡都可能已經被破壞了 所以如果你預期你會面對一個比較嚴重的天災 你就首先要預計在沒有電話網絡的情況之下 怎樣去保持安全和對外溝通 以下我覺得是大家可以做的事 第一就是準備部分的現金 因為到時電子支付很大可能會失靈 第二就是預早和親友說下你現時的地區 以及有可能遇到天災的路線 萬一斷絕聯絡 起碼都可以縮窄了他們搜尋你的範圍 第三就是建議用手寫的方法寫下一些重要的聯絡資料 第四 很多網上的地圖其實都可以提供線下的版本 即是offline map 就算萬一沒有了網絡 都可以在一定的範圍之內用到那個地圖 另外也提早把一些求助的網站或電話抄下它 如果沒辦法上網 也代表著用不到網上的翻譯 所以如果你去到一些語言不通的地方 可能就要預早準備一些簡單和當地人溝通的句子 例如你是哪裏人 你想得到什麼幫助 又或者你需要什麼物資等等 在極端的情況之下 就找紙筆寫下它 最後當然如果你預計你面對的情況 有機會令你手機電量不足的話 還要重複思考 需不需要進一步 寫下更多的手寫資料 接著就和大家說一下應付有可能發生事故的預備 第一災害發生之後 機場可能會關閉 或者你根本就沒辦法去到機場 所以你可能就要考慮透過陸路轉到其他鄰近的機場 去令自己提高上航班離開的機會 所以如果有機會遇到事故 就盡快看看周邊交通的可能路線 另一個情況就可能反過來 就是航班很大機會如期可以起飛 但是你就沒辦法去到機場 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就建議你早點去到機場 甚至早一晚就在機場附近的酒店住 第二 你去的地方有災難之後 不要以為上到飛機一定是神仙 我試過有一次在南美 就是到航班之後發現我的機場行李 因為天氣的關係 飛機要減低重量 而沒有跟著我的航班過來 偏偏我到航班的地方 和我相機的地方有10度的溫差 隨身也沒有充電等物件 最終我的機場行李第二天才到達 在那24小時的時間裡 我就過得非常狼狽了 所以我現在都習慣把一些比較重要的物件 放在手提行李裡跟我一起飛 第三 當然要盡快準備當地緊急求助的電話號碼 或者聯絡方法等等 以備不時之需 如果你是住在酒店的話 就最好請教一下 萬一遇到事故的時候 有什麼可以留意 也可以問問他們 遇到颱風這類情況的時候 附近交通安排的情況 如果類似最近有地震預報的話 就可能早點知道疏散的位置 求助資料方面 香港人就記得大家可以打這個電話 這個電話就是香港入境事務署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港外域困求助熱線 這個電話就是 852-1868 另外留意香港有一個外遊警示的制度 大家可以用保安亦暫通這個應用程式 去留意不同地方的安全狀況 旅途上如果遇到緊急情況 可以撥打國際求助電話號碼 112求助 只要你的手機有電 並且接收到任何流動網絡信號 即使沒有插入電話的智能SIM卡 也能夠免費撥打112求助 很多國家或者地區都有自己的旅遊緊急資訊網站 或者應用程式 我就搜集了一些資料 將香港人比較常去的國家或者地區 相關的資訊放在我自己的網站裡面 大家有需要的可以去看看 連結就在這段影片下面的資料裡面 在這麼多類型的天然災害之中 比較常見的就是颱風 它的路徑已經算是比較容易預測 而要預測颱風路線和下雨的預算 我自己就比較喜歡用Windy這個應用程式 之前我自己的個人Youtube 都曾經出過一條影片教怎樣去用 以及什麼情況之下去用 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我有一次在日本遇到一個大颱風 基本上最後一兩天的工作行程已經完全受到影響 但是我就是透過這個應用程式看到颱風急速著陸之後 一來就會離開我最後那天落腳的範圍 風力也會大大減弱 於是我就做好準備 第二天就繼續去觀光 最終那一天甚至乎遇到一個挺好的天氣 拍到漂亮的照片 這一部分就想和大家說一下 如果有機會遇到天然災害 物資上面有什麼需要準備的呢? 每逢有天然災害 因為有關方面都會宣傳市民是需要準備一些防災包的 那麼我自己看完之後就覺得 如果作為一個遊客要準備防災包的話 這件事就不是很貼地的 但是我覺得部分的物件 佔用的空間比較細 也都可以重用 那麼我就整理了一些物件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以後大家都可以準備的 第一樣就是膠袋了 膠袋當然可以儲存不同的物品 但是在必要的時候 可以用膠袋套在容器上面 去搬運或者儲存乾淨的水 若果有需要對傷口做緊急的處理 為了防止觸碰到血液而受到感染 如果沒有橡膠手套的話 可以用乾淨的膠袋去代替 接著就是手巾 一條細的毛巾 我不需要詳細解釋它的作用 接著就是一個水瓶 這個也不用刻意準備 去到當地買一支水 留一瓶就可以了 食物方面 如果可以的話 就買定一些乾糧 我試過在日本遇上大風雪 JR停止了 就唯有改搭巴士去目的地 最終總共我坐了接近十個小時 才可以去到目的地 但是沿途因為大塞車 也基本上很難找到補給的點 所以大家 記得準備飲用的水和食物 甚至準備人有三急之下 有需要用的容器 藥物方面 當然要視乎自己的需要去準備 在這個時候手飾箱又要變回藥箱 手電筒來說 通常手機都可以當作一個手電筒 覺得不安全的話 可以自己準備定一個頭燈 關於流動電源方面 即是尿袋 大家要留意 如果遇到災害風險的話 記得長期保持自己的電池 充足電源 另外我覺得也可以準備一個口罩 因為這個物件比較輕 作為求救物品來說 算是比較容易收藏 但是實用性也是很高的 我自己的行李箱通常都有物實袋 主要作用就是當水災發生的時候 防止一些重要文件 例如passport這些東西 污糟或濕水 另外我覺得大家也可以準備一個小的旅行袋 方便大家移動 我建議將以上提及的一些物件 或者你覺得必須的物品 就放在這個旅行袋裡儲存 遇到突發事件的時候 就直接拿這個旅行袋 就可以逃生 最後就很簡單地說一下 一般常見 但是香港人未必知道 如何應付天然災害 發生的時候 大家值得留意的重點 簡單地說 除了地震特別難去預測之外 基本上其他情況 正常人應該都可以做得到足夠的準備 所以以下的情況 我一律建議是提早離開現場 或者早點安排回市區站備 接下來我也說一下 不同災難的時候需要留意的重點 首先說一下地震 地震其實是很難被準確預測的 我試過在台灣經歷過一次地震 在酒店裡面突然整間酒店搖搖晃晃晃 那一刻我還未意識到其實就是地震 還以為隔離房的人做運動動動得很厲害 遇到地震的時候第一時間就是躲避 保護頭部和穩定自己的身體 如果在戶外的話就盡快去空曠的地方 防止有物件掉下來傷害到你 強烈地震之後多數都會伴隨多次的遇震 還有機會引發火災、煤氣爆炸、山泥傾瀉、海嘯、地裂、疫症等災害 所以強烈地震之後大家都不能放下你的戒心 有需要的話就盡快收拾一些防災物資 收集地震的情報需要的話就安排盡快離開 關於海嘯海嘯的破壞力是非常大的 我想大家都看過日本311的新聞片段 但相對海嘯的預測性亦比較高 因為基本上都是伴隨著地震之後會發生的事 遇到海嘯就要盡快離開海邊向高處躲避 然後留意當地有關的報導 大家就要留意海嘯的時候當海水上了地面之後 其實是會有一下抽出海面的回流 那一下的拉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不要以為當海水上了地面平靜之後就放鬆戒備 另外說說暴風雪 我猜一般遊客正常的情況下都不會去到遇到暴風雪 而還在戶外的情況 反而一般遊客往往可能在行程之中 在車輛上遇到暴風雪而塞車 車輛在開暖氣的情況下 其實的燃料是比較快會用完的 所以除了上面提過大家要準備水、食物等物資之外 下雪的時候 車輛的燃油是要盡量保持充足的 說到災難當然要說說旅遊保險 在所有行程出發之前當然是不少得 是要留意個人和家人的保障 所以大家就去官方網站看看 取消行程、旅遊中斷和延誤保障等保障情況 其實這部分也算是一個大題目 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就留言告訴我 讓我再去搜集資料再和你們說說 反而在這裡想提醒大家 就算你那份旅遊保險說會保障你的情況 你自己也要留意一下幾件事 第一就是多久之內要作出索償 第二就是索償的話 有需要有什麼文件去證明 第三就要再看看保障的金額 讓自己可以有一個好一點的預選 另外有些失物的情況 是需要你在物件失去了之後 24小時之內就要向有關部門報告 以及撒取失物的文件證明 我自己就試過不見了東西之後 大概是第30小時才去報室 保險公司都說這樣是不會受理的 最後我又想說一下 雖然人命是無分地區 但是當這些天災發生的時候 其實當地第一時間要照顧的 可能就是當地自己人 遊客未必是得到優先處理的 所以去到那一刻 大家心理上都不要覺得 為什麼沒有專門應付遊客的措施 這樣可能會令你心情更加煩亂 甚至乎可能會和當地人發生衝突 這樣這件事是沒有幫助的 其實近年因為全球氣候暖化這些問題 極端的天氣發生得越來越頻密 我希望這段影片幫到你們 但是我同時又不希望大家 旅行的時候有機會用得著這些知識 在這裡祝大家 接下來每一個行程都是出入平安 試試順利 多謝大家收看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